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空间两个机构的简介 这个我们前面讲的是四杆机构 那么四杆机构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说结构比较简单 而且能满足工程上一定的运动要求 但是由于它本身的机构的构建数的少 所以设计运动参数相对也少 所以这时候实现的运动的规律 它有它的局限性 特别是我们要求既要实现的白脚又要大 同时还要有机会运动 另外传动脚还要满足大于四十度要求 这是往往要追求的这样一个要求 往往四杆机构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在工程上有多数都利用转向 就是通过六杆机构来实现 而且六杆机构要比四杆机构 在功能上它有很多的功能 这个我们给同学做一个介绍 另外还有空间机构 空间机构它的构建数可以用很少的构建数 而可以实现比较复杂的运动 特别是一些空间的运动 如果用平面机构实现的话 那就变得很复杂了 对空间运动我们用空间机构用简单的几个构建 结构又紧凑 而且运动可以更多的多样性 所以这个也是连杆机构 空间机构 现在目前用的越来越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们在这儿把这两种机构都在这儿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所以这一讲我们着重的想介绍这样三个问题 一个就是平面多杆机构的功用 就有哪些的应用 第二个就是平面多杆机构的分类 有哪类型 这个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再一个最后对空间两杆机构做一个介绍 那么对于这个 那么现在我们先来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平面多杆机构的功用 也就是它的应用 有哪些的功能 能实现它哪些的运动规律 那么由于呢 前面我们讲的四杆机构的结构简单 制造也方便 能够满足工程上一定的需要 但是对于一个机构 既要实现的多种性能要求的时候 往往四杆机构就显现出来 它有局限性 特别是要求呢 我们说既要运动性能要满足 同时要传立性能还要满足 既要具有机会运动 很高的机会运动 同时还又要有这个 它很大的传立性能 也就传动较大 这时候呢 往往是不可能的同时满足的 这个是四杆机构的局限性 但是我们用多杆机构呢 那么要比四杆机构就优越的多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呢 关于多杆机构有哪些应用 第一个呢 它在实现 同样运动的时候呢 它所占据的空间呢 比较小 这个前面呢 我们现在看 举一个例子 来加以说明 比如我们现在车库门的这个 起闭机构的这个设计 那这时候我们前面设计的有 比如 这个是用四杆机构设计的 就是用四杆机构来实现 一个呢 是按着两位置来设计四杆机构 我们看 它在这个车库门的打开和关闭的时候 所占据的这个过程 所占据这个空间的位置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 有占到很多的位置 而且呢 虽然和这个汽车呢 没有干涉 但是占据位置呢 比较大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 你要设计的这个空间要很小的话 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干涉 那么再一个呢 我们再看 如果我们规定的中间一个位置 如果按照三位置来设计的 这个空间呢 占的相对小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用 同样用六杆机构来实现的话 那这个空间位置呢 占的非常小 现在我们看 这个呢 就是六杆机构来实现的 那么六杆实现呢 我们看 里边占的空间呢 非常大的 可能在一个外部呢 可能伸出来 这个也被影响 它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机构的这个运动 那这时候呢 我们看六杆机构呢 它占据的空间 非常小 而且六杆机构呢 我们再配一些呢 比如用弹簧力的这个瓶 用弹簧来进行的一些 重力啊 或者一些力的平衡的话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 在起闭这个机构的时候呢 就感觉的很 非常轻松 轻松 所以这是我们设计的 这个像六杆机构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六杆机构呢 它可以获得很有力的 这个传动角 我们知道 在这个窗户的这个设计啊 就是我们为了这个 使这个窗户啊 这个能够呢 打开以后呢 这个手能伸进去 能够擦玻璃 所以这时候呢 就我们不能用这个 普通的这个 铰链的这种核液 来做关闭啊 它必须要用四杆机构 来控制它 然后呢 使它能够打开以后 占据位置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还用四杆机构来实现啊 这是用四杆机构来实现的 那这个时候实现的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 这个驱动的杆呢 是这个杆 那么这是它的机构 机构简图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力作用下呢 通过连杆对着划块作用力呢 在这个开始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呢 它的传动角啊 在关闭的时候 要关闭的时候啊 你要这地方要给它一个力 这时候就处在一个呢 这个传动角等于零的 这个死点位置啊 所以你这时候多大力呢 都不能使这个产生的运动啊 靠这个驱动是不行的 必须要另外一个手 还必须要把这个要推动啊 让它错开这位置 所以这样呢 起必的没有 这个就很不方便啊 再个如果要我们改成六杆机构以后呢 那这时候这个机构简图呢 是这样图啊 那我们看这个圆动件呢 现在改到这种圆动件呢 这时候呢 它给从动件的这个力啊 作用的这个力 这时候传动角就有一个传动角了 这样就避开了这个死点位置 而且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传力性能 这时候推动它的时候呢 就转动这个构件的时候呢 这个起壁这个窗户呢 就变得非常方便啊 那么这是我们看的这个 这是前面的这个动画啊 这时候呢 我们看用这个手柄啊 来通过一个扇性齿轮 带动这个它的转动啊 就可以实现运动 那么我们看利用六杆机构呢 它可以获得比较好的这个传动角 我们再看一个呢 就是摆动型的这个洗衣机的搅拌 搅拌机构啊 我们说洗衣机 现在洗衣机呢 都是用电控啊 然后用电动机带动呢 带传动 使中间这个波轮的 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反转 这样一个使波轮产生一个 波动 通过波轮的这个水的波动呢 使这个洗衣机啊 上面和下面的运动呢 一会儿正转一会儿 产生的这个揉搓的这个动作 那么这个如果我们过去呢 是用一个电机连续转动 把这个运动变成一个 网复的这个摆动啊 比如这个是输入啊 这是用机械式的来防止来实现 那这时候呢 我们这个在转动的时候啊 这个将来就产生一个摆动运动 现在我们把这个机构呢 划成运动简图 就是这是原动简 那我们想实现呢 将来这个搅拌器啊 就是这个器 在这个洗衣机里边 这个搅拌的波轮呢 它能够呢 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反转 而且要求实现这个角度的非常大 同时呢 还要求传动角的比较有力 那这时候呢 我们看实现这样的角度啊 用四杆机构是无法实现的 那么用多杆机构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这个白角啊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出的 对这两个 它是有两个四杆机构连接的 那这时候有两个传动角 而每个机构的传动角呢 我们都是比较有力的啊 不是很小啊 那么在另外一个位置呢 我们看这是在另外一个位置啊 它的传动角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获得一个 没有太小的传动角这个机构 既实现了呢 这个白角的大白角运动 同时呢 还实现了这个 这个传动角的 有力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运动起来以后呢 我们看 它就效率呢 也比较高啊 比较高 又解决了这个矛盾 那么这是 我们说多杆机构的这个优势啊 现在我们再看呢 就是一般呢 这个六杆的轴杆机构啊 我们可以看 就是为了使它这个获得很大的压力 我们一般呢 让这个连 这两杆呢 处在一个极小的这个压力角的位置啊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出啊 这时候就可以满足了很大的这个机械利益 什么是机械利益呢 就是你输出的力 比上的这个收入力 上是力的这个放大啊 放大的这个系统 这样可以获得一个很大的这个 呃 冲压力啊 这个也就是利用了六杆机构 再一个呢 就是比如插 可以改变呢 从中间的这个运动特性 比如我们插尺机 我们用两个 一个呢 用导杆机构 它就有机会运动 再一个呢 偏制的这个曲柄滑管机构啊 这是偏制的啊 我们看这导路方向和这个转动了 它两个串联 这样我们可以获得一个 比较大的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机械特性啊 同时呢 还可以满足呢 在工作形成时候是匀速的 而在这个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啊 回来的时候 它具有很好的这个机械运动啊 满足这样的特性 再一个比如像冠信筛啊 那我们也是用六杆机构来实现 这给获得一个很大的一个加速度啊 在正行的时候啊 就也就工作形成的时候呢 可以获得一个很大加速度 这样我们可以达到一个 很好的筛分这个效果啊 那么这个 我们再来看呢 像揉面机啊 在揉面机的时候 我们用四杆机构也可以实现 一个联杆机构进行揉面 但是呢 我们用六杆机构的话 我们不仅这个揉面呢 格道满足这个曲线的要求 而且还可以呢 满足这个曲线的这个速度 对它要求啊 所以这样的话 在更好的 使这个揉面呢 符合我们工艺上的这个要求啊 因为我们在这个食品的研究的时候呢 我们有的可能做面条 做馒头 或者做下的 它揉面的这个技术要求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满足一些更好的这个揉面的工艺啊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还可以呢 利用这个八杆机构啊 就是我们看 第一个呢 它是一个回转导杆机构 第二部分呢 输出部分呢 是一个摆动的导杆机构 而且这两个呢 是一个串联关系啊 组成了这样一个八杆的一个机构 那这时候就获得一个很大的这个 集灰特性的效果啊 因为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运动啊 我们看 回来的时候速度非常快啊 去的时候呢 非常平稳 但回来的时候很快 这也是用多杆机构的一个 显著一个特点啊